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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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Jeremy 今天要來教大家用美式蘆蓮烤 煮Costco的戰斧牛排 這道菜最適合邀請朋友們 來家裡聚會的時候 做為餐桌上的主菜 剛初我在Costco買這塊戰斧牛排的時候 把他拿起來 拿在手裡面一看 旁邊的人就問我說 這麼大一塊牛排你要怎麼煮 我就跟他說我是用美式蘆蓮烤 結果他跟我說 我也是用美式蘆蓮烤欸 這個齁真的是很巧啦 希望今天這個影片做出來 那個大姐可以看到 這樣他回去也會煮 好囉那我們就不多廢話了我們就開始吧 牛排的表面先用廚房紙擦乾 這樣才能產生焦香焦香的梅納反應 首先將Boiler功能開到最高 預熱烤箱 接下來溫柔的在牛排表面抹上橄欖油 用手抹一下 確保油脂有進到肉的表面 接下來再灑上鹽 胡椒 蒜莉 百里香 還有紅椒粉 因為肉比較厚的關係 鹽的用量可以比較大方一點 把牛排翻過來 背面也做一樣的操作 這時候Boiler已經燒得很旺囉 烤箱也算預熱好了 那我們就把牛排放進去 總共烤21分鐘 中間一半的時候翻面 控制在距離上方火源大概10公分左右的距離 這時候要注意一下喔 滴下來的油不能離上方的火源太近 不然這個油會被上面的火給點燃 可以找德利購買專門的Boiler烤盤 或者是到IKEA買像我這樣的價高烤盤也可以喔 接下來我們就來準備醬料還有配菜囉 我們今天教大家做馬鈴薯泥 還有一個是配牛排用的蘑菇醬 再來就是奶油菠菜 這些都算是吃牛排蠻常見的配菜 還有會搭配的醬料 首先把洋蔥切丁備用 準備好菠菜 這邊可以用新鮮的菠菜把它洗乾淨 或者是用Costco的冷凍菠菜也可以喔 糖菇切好備料 馬鈴薯在切塊以後丟到裝好水的小鍋子裡 把馬鈴薯洗一洗 然後把這個多餘的水倒掉 這樣做是為了把馬鈴薯上面多餘的澱粉給去除 這樣再煮出來的馬鈴薯泥才不會變得黏黏糊糊的 接下來就要開始煮馬鈴薯囉 馬鈴薯其實不是很容易煮到過頭 那我們就把這個馬鈴薯跟水一起煮滾 滾了以後轉小火 再讓它在裡面慢慢煮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煮到你拿叉子輕輕插 就可以插進去的這樣子的感覺 讓它軟軟的就是ok囉 這時候就可以開火囉 我們分別在兩個鍋子裡面用奶油 去炒洋菇還有洋蔥 火不用太大用中小火就可以了 廚房計時器已經嗶嗶叫了 我們把牛排拿出來翻個面 牛排的表面齁用boiler烤出來的 跟一般平底鍋煎出來的不太一樣 就比較會有一點烤出來的感覺 焦香焦香的 奶油洋菇裡面加上一點蒜末 我們這邊比較偷懶一點用計算器 如果沒有計算器的話用刀子把它切成蒜末也是可以的 接下來把菠菜加到剛剛另外一鍋的奶油洋蔥裡面 然後再加一點牛奶 把這一鍋移到中間火力比較大的這口爐 煮到有點冒泡 在洋菇裡面加一點高湯進去 這兩個鍋子裡面也都加入適量的鮮奶油 轉小火讓它慢慢煮 然後我們來準備做馬鈴薯泥 準備好一塊奶油備用 先把鍋子裡面大部分的水倒掉 用馬鈴薯壓泥器 把馬鈴薯壓成泥 如果沒有這個壓泥器 那我們就用叉子沿著鍋子的邊緣 去慢慢的壓也是一樣可以做出熟 我們這時候把剛剛切好的奶油加進去 然後再加一點牛奶 鹽還有起司來做調味 在攪拌的時候 注意不要攪拌過度喔 攪拌過度的話會釋放出馬鈴薯裡面的澱粉 那就會變得有點糊糊的 沒有那麼清爽 基本上就是只要拌開就可以了 奶油蘑菇醬只要再加一點鹽跟胡椒來調味就完成囉 那你如果覺得醬汁有點太稠的話 加一點鮮奶下去拌一下就好 如果醬汁有點太稀的話 再煮久一點就會變稠了 牛排表面最後可以抹上一點奶油 然後再回烤一下 這樣可以讓牛排表面增加一點香氣 接下來就可以來擺盤上菜囉 可以選擇家裡比較大一點的容器 像大一點的盤子 那我今天是用一個這樣的沾板 這塊看起來很麻煩的美國戰斧牛排 只要使用了美式蘆蓮烤 就可以輕鬆搞定 這個用Broller烤出來的戰斧牛排 真的是很香 而且又很上香 每次大家來家裡吃完以後 都會拍照打卡傳IG 今天這個美式蘆蓮烤 炙燒戰斧牛排的食譜就到這裡 那我們會把文字食譜整理在下方 之後也會來教大家做更多美式蘆蓮烤的料理 那有什麼想要問我們的 或是想要跟我們討論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處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kidnapped 就可以了 Maybe 或是を 後部分 astern